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次的大運玩具概念,我是Jacky,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呢,歡迎加入訂閱,如果覺得不錯的影片也幫我多多分享 首先呢,今天我們來介紹就是 KingArt KA的 奧創,那這次奧創呢,其實HATOY出了一陣子了,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KA跟HATOY其實比較大的差異在哪裡 首先我們看到外盒,KA一直以來外盒印刷都 不優啦,所以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暗暗的一個外盒 那內容物呢 一樣 他已經是改跟 HATOY一樣的 塑膠 射出的盒子,而不是 保利龍的 雖然HATOY在盒金上 一樣是保利龍的 但這個部分可以改成塑膠的 元件的部分很單純,只有附了兩對手 那最可惜的是 這一隻 沒有可動手 好,這應該是不是這隻唯一的遺憾了 然後一個舌管底座跟一根 短的舌管,大概就這樣沒有其他配件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本體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頭雕 KA的頭雕上面呢,其實比HATOY好一點點 HATOY在頭雕不開燈的時候非常囧 那KA的上面呢,至少還有一點點 兇狠的氣勢 沒有那麼的囧 所以在 KA的部分頭雕是比HATOY來的 好 那再來呢 分色 KA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顏色其實跟HATOY有點不一樣 他特意的銀色比較接近電鍍色 就是比較白銀的顏色 KA的銀色比較 暗淡一點 好就是比較深一點點的銀色 而且再加上他做了雙色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會有 比較深的顏色跟比較淺的 銀色然後呢 燈的部分你可以把天寧蓋打開 然後這邊 把開關打開,你可以看到燈 好,那這是他的燈亮的 方式,那跟HATOY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HATOY的眼睛呢 是亮白光,那KA的眼睛則是紅光 包含全部都是紅光 那HATOY的光呢 是藉由就是眼球的 顏色來去做變化 來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把他關掉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胸部跟大概頭部的可動 頭部呢,比HATOY來得好 HATOY的頭部幾乎是不可動 那KA的頭部呢,他有分為頸部跟 頭,那頭一樣不太能 轉動,就是微微啦 那低頭的部分程度可以做得比較大 我們把它轉到側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脖子的這一截也是可以做 移動的,那HATOY這邊全部都綁死 礙於他的 結構上,HATOY這邊這兩條是就黏在一起的 雖然HATOY結構比較好看喔 可是玩具就是要能玩嘛,不能動作再好看 就是雕像 好,這是 差異的地方 然後再來呢 他脖子呢,其實這一塊 是可以往旁邊拉的 你可以看得到 好,肩胛骨的這一塊 那其實 往旁邊拉呢 雖然他把這結構做出來了 但是他的脖子也不太能往旁邊轉,所以意義不是很大喔,你可以看到這兩塊 都可以往旁邊 做拉開,但是礙於底下卡住 好,所以他也不太能往 旁邊做 轉動一點點弧度啦 但是效果不大 但是頭部的可動已經比 HATOY 好很多了,那這是屬於頭部的 可動的地方 那再來呢,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後面的角度喔 當然後面角度結構上 HATOY做的是比較好看喔 KA的效果也還不錯 只是 他有比較多接縫的地方,那這些接縫當然是為了可動 那我情願為了可動,犧牲一點點外觀 我個人是可以接受的 那KA做了雙色的奧創 那這個部分呢 應該 我覺得應該是KA可能自己獨創的吧 因為在我印象中電影奧創是單色的 並沒有 做成雙色的部分 在KA的呈現上呢,他有把一些 地方 用稍微比較深的灰色 來去凸顯出立體感 那雙色的效果其實我個人覺得不錯喔 顯得更加的 立體而不是只有 單色來的那麼的 單調 那後面的電磁蓋呢 應該是說後面的電磁開關 設計就不錯,就有仿到3A或是3D 按鈕設定在外面,所以這顆按下去呢,他可以做 亮燈的部分 那你按下去之後呢,你就可以看到 整個胸腔是會發亮,他不像HATOY會亮到手 可是他至少胸腔是會 發亮的,但是 胸腔的燈非常的弱 所以 我把燈都關掉,你可能比較看得出來 胸腔發亮的樣子 好 好,這樣子你比較 有看得出來喔 再把這個燈也關掉 好,這樣比較看得出來喔,所以他胸腔的 亮燈其實非常的不明顯,這是 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一個 地方,你可以看到 開根關就是在晚上的時候才看得到 基本上 白天的話你開燈幾乎 察覺不出亮度,可是頭的亮度就還不錯 好,這是胸腔的 量比較可惜,還是 我換到比較沒電的電池 好 也因為 畢竟電池是官方提供的啦 所以 我也沒有把它用到沒電,所以應該就是胸腔的亮度是 略為不足道,這是我個人覺得 可惜的地方 好 這次的電子蓋設計的還蠻特別的,因為電子蓋在前面,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就是在前面這個卡榫 你可以把它搬起來 好,那有點 有點難 搬啦 好 然後而且說明書呢,它顯示的地方呢,又不是很看得懂 好,就是前面這一塊 好,搬起來你就可以看到電子蓋在這個地方 那 如果大家找不到電子蓋,這次看影片應該就可以 找到,然後胸腔呢,這一塊 它 它是可以內縮進去的,方便你做 胸部的可動 所以內縮進去之後 胸部呢,是有一點點的 可以往下的角度,大概只有 10度吧 好,跟HATO也差不多,因為HATO也只有一點點 往下的角度,所以這是 胸部比較可惜的地方,但是它也不能 不能做左右,也不能做轉腰的 動作,那我覺得這個原因 不是開發商的原因喔,因為 在於 奧創的角色設計 他的結構上呢,可能沒有辦法讓他做 就是彎腰啊,或是轉腰的 動作,因為這兩根的結構都是死的喔 那 這只看以後會不會有更好的廠商可以做出更好的 活動 範圍 那手部呢,其實我手部對他的活動非常的滿意喔 他特尾的手部只能舉到45度,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不能再動了,可是KA呢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完全平舉 甚至轉過來可以舉高 好,這是 非常好的一個 可動 所以KA在手部的可動,我個人覺得 算是 所有在奧創裡面做得很好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 手軸 比較可惜的是只能到90度啦,照常來說 手軸這個酸蟲關節應該可以再做得 更加的好 但可惜的是手軸的 可動只能到90度喔 礙於他沒有做一些伸縮的機構讓 他的干涉減少 然後最可惜的就是手掌了 手掌的雕刻雖然不錯喔 可是他竟然很偷懶的就是 只附了 三種手勢,一個就是 自然的手勢,一個 半張的手勢,一個握拳 竟然沒有 可動手 在KA裡面呢,其實每一隻都可動手 竟然奧創沒有做喔 這是個人覺得 不可自信的一個地方 那在HATOY裡面呢,HATOY 奧創並沒有附其他的手,只有一組可動手 那我請願只附一組可動手,也不要附我三組手 但是 都不可動 好,這是 這一隻我拿到 最遺憾的一個 缺陷了 那其他的結構呢,我們往下看 接下來就是腳部的可動 腳部可動上其實也處理得非常好喔,因為 這兩片是可以往外 掀的 再加上他的腳 把它拿 離開底座 他的腳呢,其實是可以 往外 再往下 所以他有兩個動作,就是往外 然後往下 可能 因為大家 之前有介紹過,KA的 往外拔的方式呢,其實是用兩個 球形關節裡面有兩個小卡榫 那 一開始拔的時候,可能他用力他會離開 那離開再把裝回去,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的空隙跟 這邊的空隙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藉由這個方式呢 好,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一個 可動的程度 所以他往下再往上 這大概呢,就是他可以張開的一個 角度 那腿部的 劈腿張開角度呢 我個人覺得沒有 他透以來的開喔,所以中間的夾角大概只有90度 那前後會比較大一點喔 因為 前後的 卡住的地方比較小,所以前後幾乎可以完全劈腿 這是沒有問題的喔 就是 正面的劈腿呢,角度 略微小 好,這是他的腳部可動 然後我們把他稍微塞回去 那當然拉到第二節呢,腳會比較鬆一點點喔 大腿比較鬆啦,可是你把他卡回去 他是緊的 是不會 不會掉 然後再來 大腿這一節 有一點點可以做 轉動 可是會卡住了喔,所以 有轉跟沒轉差異不大 然後大腿的 膝蓋的可動算是不錯喔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做到 幾乎完全扳上來 然後 腳掌呢,也沒有什麼問題 左右前後 都可以做可動,然後前面的這一個 往前扳的時候 他這一塊 跟這一塊 讓你的腳掌呢,可以做 更大的可動空間,不會去卡到,所以這裡呢 這塊是有做到 彈性的,這邊是我覺得 做得很好的一個地方 好,這大概就是KA整支的可動喔,最後我們來看全身的準準的 我們看一下全身的 轉轉熱 基本上這一支呢,給我評測的話,我覺得其實 如果HOTOY的 跟這支讓我選,我會選擇這支 雖然他少了可動手 但 可把玩跟活動的 結構好太多,然後再加上呢 他雖然是合金,可是拿起來成分 沒有真的 那麼多合金成分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份量跟 手感 然後在於關節的話呢 大腿的部分其實還是比HOTOY來的 緊實 那 HOTOY唯一 贏過他的可能就是付了可動手 然後燈的效果比較漂亮,但是 其實你也知道一般人在把玩也不太會去開燈喔 那 他在雙色的呈現上也是有 不錯的質感 那整支呢,我覺得 算是做得非常不錯啦 最遺憾的就是一直提到的可動手 那 這個部分呢 就沒有辦法,因為他已經出了 他也不會再補個可動手給我啦 我們只能 讓他往事只能追憶了 好啦,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 新品介紹,那同樣有任何需要預訂的商品,或是需要配合廠商 都可以與我聯絡 那 如果你覺得 我的頻道不錯,那記得幫我加入 訂閱 那有任何需要預訂的商品,你可以到我的FB上面 大人玩具的粉絲團去按 讚之後,把追蹤改為搶先看喔,那你可以隨時關注最新的 玩具預購的訊息,那這樣就可以 很快的收到最新的玩具 那最後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KA的澳創之大人玩具開箱 bach 提及